分享的是 起起落落才是人生 兜兜转转才是生活 人总不能一帆风顺 每个人都会遭遇挫折 经历人生的低谷 当人在落魄的时候 要懂得了一个道理 人穷了连亲戚朋友都看不起 因此我们唯有靠自己 迎难而上 学会忘掉这三个人 一个人走下去才会赢 1.看不起赢的人 富在深山有远亲 穷在闹市无人问 你富裕的时候 大家去言复事 靠在你身边 然后喝酒吃肉 毫不惬意 人在落魄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大部分的朋友质量不高 都是利益的相互利用 不是交心 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你就别去打扰了 他们靠不住 不能指望 如果你指望他们帮助 你就看错人了 你等谁帮助 不过是一个遥遥无弃的期限 2.至亲至爱的人 至亲至爱的人 是父母的兄弟姐妹 爱人等 和你有血脉关系的人 是最关心你的 但他们的关系 是包容你的失败 是让你回家休养生息 当你感觉心情好一些的时候 还是要坚决走出家门 远走他乡去谋生创业 才有机会翻身 因此忘掉至亲至爱的人 是迫不得已 是奋斗期间的短时忘记 而不是真的忘记了 做人要懂得忍辱负重 才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 有人关心你好好记在心上 等你有钱了再去回报 现在你只是一个落魄的人 就把所有的精力 投入到事业中 才是正道 当你思念至亲至爱的人 或者他们思念你 哪怕是流泪都要忍住 告诉自己 把感情化成动力 加油 相信自己 不久的将来 你都会一一记得他们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三 花言巧语的人 有的人说的比唱得好听 他的话让你很舒服 感觉他是在帮助你 是最懂你心思的人 也往往会温暖到你 其实这样的人很可恶 他是在持枪凌弱 依靠语言 博得你的好感 让你信任他 然后是利用你的信任 为他效劳 甚至当替罪羊 一个落魄的人 需要的是奋斗 而不是舒舒服服躺着 享受穷开心 那些让你感觉舒服的人 是害你的 让你果足不前 还自以为是 人活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当你落魄的时候 要有骨气 熬过一段苦难的时光 忘记一些人 让自己独一点 别一口气 再努力一把 就成功了 人生总是 有起起落落 总会遇到人生低谷 那些美好的愿望 对于很多人来说 永远都是愿望 无法实现 毕竟 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会导致人生的轨迹 发生变化 但聪明的人 都懂得 东门不开 西门开 世上没有绝对 走不通的路 只是有不愿意 转弯的人 人要学会变通 顺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 顺应时代 顺势而为 才能真正地成大器 苦难是一朵双生花 对于拼搏的人来说 是财富 对于那些 胆小如鼠的人来说 是灾难 真正的强者 其实都是 从苦难里 开出的一朵花 经历的苦 越多越坚强 人生落魄时 要做到五不求 才能鲜鱼翻身 如果你可以做到 一定会越来越强 战胜苦难 成为强者 一 不求虚名 真正的强者 不是浪的虚名 而是有真材实料 很多人看起来 名记很大 但真的没有本事 他们只是在社会上 混得有头有脸 但徒有虚名 在关键时刻 会表现出没有本事 或者他自己 悄悄地会溜溜躲开 人生落魄时 就别去争夺虚名了 那些就是豪头 没有实际意义 这时候更需要 默默无温努力 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隐藏起来 让别人都不要 注意到自己 这样才可以 做大做强 如果你总是 显摆自己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即便别人 会为你点赞 但也有人 从中使坏 让你的目标 还没有实现 就夭折了 闲于翻身 靠真本事 而不是浪得虚名 只有真本事 才可以成为你 一辈子的骄傲 当你有了 适合自己的目标 就抵立前行吧 别到处张扬 等别人发现的时候 都枉尘莫及了 二 不求看不起你的人 强者都是 含泪奔跑的人 闲于翻身 不会看别人的脸色 人生落魄的时候 没有钱 没有地位 亲戚朋友 都看不起你 还有 那些同事 也会觉得你没用 如果你沦落到 当乞丐 那些老乞丐 也会觉得你没用 祈祷都不成功 别人一天 祈祷到几百块 你才几毛钱 求看不起你的人 宁愿饿一餐 你要知道 强者都是 绝处逢生 一个人到绝望的地步 往往就是开始 走上坡路了 别去求那些 看不起你的人 而是你要有一种 让看不起你的人 以后都后悔 你带着这样的信念 去努力 虽然也存在着恨意 但确实会成为 你内心的力量 闲于翻身 恰好要躲开 别人的冷嘲热讽 因为这样的声音 都会打击你的信心 你要做什么 别人不仅不会帮助你 反而会说你都这样 还要做这件事 以后负债会更多 好了 别人的一句话 把你的信心打掉了 自己都觉得把握更小了 三 不求暴力 暴力多半是不义之财 往往是得不偿失不可取 不义之财 得到越多越亏心 那是干了缺得事情 就是你致富了 也不能逃过 多心不义 鼻子毙的法则 也许你会遭到报应 或者带来牢狱之灾 人在做 天在看 别求暴力 也许有的人是因为中奖了 成为一夜暴富的人 但后来 很多人因为没有理想 导致钱财败光 只有那些利用这些钱 继续创造财富 才会变得更加富裕 凡是不正贵的财富都别要 而是要及时躲开 避免带来麻烦 人穷靠勤劳致富 不要投机取巧 你的努力 总有一天会感动老天的 越努力越幸运 越坚持越成功 坚持一段时间 闲一翻身 就有希望了 四 不求功劳 强者都不炫耀自己的成绩 而是学为了低头走路 老话说 无功不受禄 你落魄的时候 肯定没有功劳 别人把功劳让给你 也许另有所图 千万别要 比方说 别人故意给你一个头衔 结果就让你成为 被攻击的对象 还有 你经过努力之后 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 但别用这些成绩 和别人比较 不要抢功劳 让别人出头 你自己保持低调 用谦卑的姿态走路 把人生推向更远 牢记福利 志在千里 要想一想 只要一个人 有远大的目标 就不要在乎 眼前的功劳 把自己的成绩 当成是人生的垫脚石 是新的起点 相信你日后 必成大器 五 不求面善心黑的人 知人知面 不知心 看不透人心的人 别求 多半有陷阱 有的人没按好心 你求他的时候 很好说话 什么都答应你 其实他多半 是要利用你 而不是帮助你 人心隔肚皮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你落魄的时候 别人都看不起你 有人帮助你 你要看清楚 对方的为人 如果是善然的人 要学会感激 如果是恶人 要及时拒绝 看看那些被骗的人 多半是贪小便宜 同时 你在做到 我不求的时候 还要学会 厚脸皮活着 为了自己的利益 学会求一些 对自己有帮助的人 和事情 比方说 求充满正能量的人 更能够得到 他的帮助 求自己变得自律 坚持自己的目标 别说放弃 求时间变得慢一些 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从不浪费时间 真正的强者 都靠自己 不求无用之事 不求寒心之人 俗话说 有多大的能力 办多大的事情 做人 别高估了自己 也别小看了自己 有的人 真是朽木 不可凋野 本身就是一块废材料 就别抱怨一辈子 没有成绩 不够幸运了 凡是成大事的人 起码要有成事的能力 男人欲成大气 除了要有能力 还要弄清楚自己 是一块什么材料 适合做什么 学会琢磨人生 归自己量体才一 选对方向 然后自自不倦追求 否则方向错了 再努力 都是瞎折腾 第一 勿透自己的心情 为什么要勿透自己的心情 因为心态决定命运 如果心情很糟糕 那么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顺利 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也会感觉很迷茫 人生总是起起伏伏 烦恼天天有 不减自然无 放下一切 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安静 感悟自己 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也想一想以后 该何去何从 活在当下 思考如何把人生 推向高处 勿透心情 关键是学会安静 一个人的好运气 总是从好好说话开始 一个天天抱怨社会 凡事都往坏处想的人 就把自己的思想带歪了 天天灰头土脸的 垂头丧气 想要成大气 估计没门 自己压根就没有想过 如何去改变 只是把不成功的责任 推卸给社会和命运 第二 勿透自己的人生目标 勿透人生目标 也就是认真思考之后 发现自己的优点 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从而可以做到扬长臂短 也可以积极改变 自己的弱点 变得坚强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一个人从每一个高度看 是不相同的 很多人奋斗了 但是在原地踏步走 甚至躲躲转转 与其瞎转悠 不如停下来 清理思路 找对方向 正所谓磨刀不误 砍柴弓 曾经在网上 看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光头没必要 喂一把梳子 和别人打架 人的一生 经历十分有限 不要做无谓的浪费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 方向错了 一步错 步步皆错 一次失败 满盘皆输 你的目标是什么 就去做什么 而不是满世界的东西都需要 男人欲称大气 一定要悟透自己 悟透自己 就是悟透人生 如果连自己的实力 都不清楚 你所有的努力 也许是鸡蛋 碰石头 做无用功 作为女人 漫漫人生路 该何去何从 首先要把握人生方向 然后要保持好心态 其次 要有好的女人帮助 总是可以一跃而起 悟透自己 把握命运 走好每一步 成功 就在采访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